怎样用100块从中山去到香港又快又方便呢 相信很多小伙伴都会说 去香港当然是坐高铁最方便啦 坐高铁虽然快 但是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 不是所有人都住在高铁站附近 所以加上去高铁站的路程和后车时间的话 去到香港也需要花费3到4个小时 多折腾呀 而且高铁去香港只能在西九龙下车 想去其他地方的话 打个车一公里20几块钱 加上200块钱的高铁票 真是贵上加贵 所以我选永东巴士100块直达香港 只需要在手机上或者线下门店购票 就能在站点上车直达香港啦 中山永东巴士有三个站点 中山盛景上丰酒店站点 亚居乐世纪优活商业广场站点 和中山中旅酒店站点 这些站点都能买票一站是直达香港的每个区 而且每天来回20个班次 总有一个班次 适合你 以中山盛景上丰酒店站点为例 去到那里直接找到工作人员 检票上车就OK啦 上车之后 大概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就到深圳湾口岸啦 到达深圳湾口岸之后 下车过关 找到41 42号车位 就能继续换成永东巴士 去到这13个站点中任何一个站点啦